在我的單車生涯裏面所得到的東西必然是多過我的付出的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是可以說是帶我去看這個世界 七屆香港冠軍洪重音參加過兩屆奧運 1988年漢城的一屆 他在個人功勞賽奪得第12名是最快的亞洲車手 阿重說之前去法國集訓四個月是最關鍵 那個眼界的視野是將自己擴闊了很多 知道一些世界級的選手他們怎樣比賽 他們的技術怎樣去掌握 他們每一隊的車隊支援的情況是怎樣 落雨和後輩分享經驗 97年的上海傳聞會 洪重音更加負責引開對手 掩護黃金堡奪得功勞賽金牌 因為那天是落雨的 我炒了四次車 左右手都… 片體輪箱 片體輪箱 我衝了線後 我便上了一輛十字車 那輛十字車 剛才有個窗簾 我拆開了 我便一人 便載我去醫院 阿寶便有百多個記者 餵著他 但當然那種感覺很特別 又為阿寶開心 之外便覺得自己好像很落寡 沒有人理自己 沒有人理自己 性性相識 黃金堡一直是洪重音為偶像 但兩個年代的冠軍又哪有得比呢 我們做過一些運動測試 他的心肺功能比我強很多 如果真的可以同期同年紀 我相信可能對大家來說 都有個好處 因為有競爭才有進步 不理媽媽反對去追夢 為了遷就練習和比賽 紅重音曾經在七年內 做過五十多份工 任人契樂都毫無怨言 有時候被契樂一下 那種感覺是很浪漫的 我的目標是大過我困難的逆境 我就能夠克服得到 當時來說 我覺得要改變人家對單車的運動 社會地位 這個是非常艱難 非常遙不可及的想法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就有一個很大的動力 有線電視記者姜家妍報導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